創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而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借这个机会讲一讲有趣的概念 因为本来我们提了很多新题目 而其实很多新题目 如果要深究 有很多都适合我们这三年去学习 尤其是无论是领袖或是评讯 其中一个值得学习是镜中我 因为这个题目可以好好地理解一些东西 例如举个例子 圣经里面会讲违父的心 其实如果你从镜中我来理解 违父就是你怎样成为人家的镜 我尝试用这个去否释 我这几十年里我怎样违父 怎样成为你们的牧师 你就会明白 我是沿试于镜中我这个理念里面 去塑造你们的成才 其实 这件事很多都真的一路塑造成才 成长 但其实背后是有什么效呢 有什么可以做 有什么反而不可以做呢 看到很多人都会做 但是为什么我又不做呢 但是这就是使得我们当中教会的女姐妹 那个成长和其他教会的女姐妹 完全是不同的 都不是那样东西 对不对 但我们教会当中真的百花齐放的 个个都有自己可以发展 恩高、侍奉、财能 其实这个就是从镜中我里面 我尝试在这个光景当中和你们分享 我怎样成为你们的借镜 我怎样成为为父 而你们又可以去成长 当然这也是因为 智欣一路成长了之后 我就更加可以有一个整传的图片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来说 就算我成为人的借镜 就算最成功的也有残缺 所以我不肯定了我这种维护的方式 是否完整 直至智欣成长 他有真是他的事奉 他不是抄袭我 他是真是有一个跟神 他那边跟神之间的关系 不能说了 我就知道原来我这种维护是完整的 这个理论不是概念 这个理论是完整的 所以我可以用镜中告诉你们 其实神怎么跟我沟通 我怎样成为你们的维护呢 因为本身我常常都看一句 当你问我的时候 单向教你们的时候 提醒你们 如何去调节你们对受高者的态度 如何向受高者发问 但如果我把整个图片给你看 那你就会更加清楚 如何跟受高者相处 你理解了受高者都有它的难处 其实我就很了解主耶稣 这维护十二门徒的难处是什么 因为他不能代替他们去启发 即是他一定要引动他们自我启发 以及自我醒觉 他不能代替他们启发 代替他们的启发 代替他们的启发 这就叫做洗脑 这种洗脑的方式 法利错人就用这种方式 所以看到他有一个死的宗教 天主教用这个方式 所以他是一个死的宗教 但是主耶稣带来的门徒 就会自我启发 自我醒觉 所以主耶稣一离开 他们全部独立到 你不觉得吗 很怪的 为什么不纯节 全部独立到自己 是因为主耶稣带来的门徒 和法利错人的带法不同 但是你又没办法在子女行间当中 看到主耶稣基督那种带领方式 你只是觉得他有些东西好像是吞吞吐吐 好像很无奈 这个其实也是我这么多年里面 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件事 其实我们如果用这个概念去理解 我们应该先由 镜中我这个概念去深入研究 其实我呢 如果对于《世光电影节目》来说 我是你们人生当中一块主要的镜 OK 稍后会解释 为什么用镜中我 是一个最好的形容呢 为什么圣经里面说 就算连圣经神的画 都是一块镜 照了之后 然后蒙糊 转过头又忘记了 那种 那种 那就是一个不好的镜中我 就是他又形容了 很多人对圣经的看法 就是他照了 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过头 模糊了 每个人看圣经都其实是这样的 但是他对人生里面 很多的五光十色 他又不会的 他又会在那里照出自己 所以就导致他们 很多时候很难被圣经 改变他 很难在圣经里面 帮助他们建立一个镜中我 反而是人世间其他的千奇百怪 光怪六尼的人情世古 或者文化 就反而成为他们的借镜 就变成我们所见的 很多不伦不类的 我们都见惯了 在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呢 我们首先从镜的概念去理解 就是镜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很常有的工具 对不对 我们称去工具的原因就是 姐妹就最清楚了 虽然不要说姐妹最清楚 帝兄也很常用的 你看他们经过街边的玻璃窗 譬如像电梯口如果是镜框 经过都要照一照看一看 对不对 其实我们自然一看到镜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像姐妹上街之前 他会用来装扮 对不对 他会用来吹头 用来化妆 用来画眼线 用来画眉 对不对 其实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用它去装扮自己的 我们其实是用它去 去调节出一个 我们满意的我出来的 对不对 而事实上 我说这个镜中 基本上就是来着我们身边的 很多的这些主动被动的镜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镜中 創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 以后华神丰富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除吃 指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明亮 时刻听听我声音 回半我到阵暗 用心顶文容等 长夜里要眼睁放 华美奔纷 才着我转书人 到中光辉 你别回音 随随地买恨天光 愈发跟踪点接近 并全你爱信 别遥世界 亏网独人 测溺到伤痕 令我心多么振发